馬會在沙田體育學院 赤資12億港元改建的奧運馬術比賽場地 忠於員工 因為馬術比賽在雨季進行 比賽場地的泥沙都要經過特別處理 上面用了一些撈出來的沙 裡面包含一些石英沙和一些纖維 下面有些膠質 膠質下面最主要做到疏水系統就是 分別有疏水桶和一些不同大小的石仔 這個能夠做到我們要求設計的 多過100毫米去水量的每個小時 這種混合彈性纖維和土布的沙地 減低馬匹跳躍的時候腳步受傷的機會 剛剛完成的場地可以容納觀眾18,000人 完成粉飾工程之後 下星期一會將場地交給馬術公司